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对可爱的姐妹 欣欣和亮亮 然而自从妹妹生病 就一直沉睡 没有好转的迹象 一天 欣欣救了一只 与大蛇缠斗而受伤的大罐鸟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大罐鸟载着这对姐妹 拜访传说中的女巫 她们一同离开了小岛 半月好几座山 越过海洋 踏上了寻找女巫的旅程 从上面 姐妹看到了一个在竹筏上捕鱼的渔夫 欣欣向她打招呼 流云 留云 女女爱属 鼠八岗时 邀尾达里案也 모 ни you ni 渔夫说 他们跟着飞鱼走 看见了一个岸边采海菜的妇女 采海菜的妇女说 他们朝着山边走 在水道梯田间 看见水牛忙碌跟踪 星星问旁边的农夫 能复回答 星星和亮亮终于找到了 在新色部落的女巫阿玛 为了赶走亮亮的疾病 女巫阿玛准备了几样祭品 冰囊 米酒 宝利达和香烟 举行治病的除温仪式前 阿玛在清晨时到河边洗澡 让旧的衣服随着水流带走 并且换上黑色的济石服装 同戴幼带 接着阿玛手上拿着法器 香蕉叶 并且念咒迎接主灵 阿玛将米酒喷在亮亮的头 身上手赶走邪灵 让亮康复了 星星和亮亮因此开心的留在新色 跟格马兰人学习怎么捕鱼 采海菜和猎山竹 姐妹每天跟他们的新朋友一起吃饭 享用格马兰族的风味 星星和亮亮最喜欢吃鱼夫抓的鱼 我 Move up 过了几个月 星星生了一场大病 昏迷不醒 睡梦中天使对他说 醒来之后 星星告诉亮亮天使说的话 但是亮亮想阻止姐姐走上巫师之路 因为如果成为女巫 必须用一生为主人比武 并且遵守灾界和禁忌 才能维持灵力与主灵沟通 星星感到很矛盾 于是他再度拜访女巫阿嬷 阿嬷好像已经知道他会来 他问 星星在那天夜里 看见了过世的祖先和亲人围绕在身边 为他加油和祈福 星星感动落泪 他终于下定决心 听从祖灵的旨意 成为女巫阿嬷的继承人 阿嬷帮星星举行成屋仪式 星星也恢复了健康 星星在接下来的几年 诚心学习 传递祖灵的讯息 渐渐的成为祭司团内的出色女巫 往后的每一年 星星为能做祈福 祈求神灵保佑主人们 作物丰收 祈求神灵保佑主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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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神灵保佑主人们